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還在期待或許有那麼一天 不见你之间 你会突然出现 如果再见 还会不会停留 远近你的那种感觉 还会不会改变 回头看不见你的笑脸 整个世界都冷却 一无之后发现你 已不在我身边 离我渐行渐远的距离 永不交错的地平线 原来向前不如回念 原来向前不如怀念 我说洪忠 你有点起子不行吗 你躲她干吗呀 你欠她什么吗 心烦不愿见她 你说这个现在谁信呀 你说你这前几天 还为她要死要活的呢 谁要死要活了 那是我洪忠干的事吗 那怎么不是 你自从认识那夏白露 你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 都说了别提她好不好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不想见她 无非就是她已经结婚了 是别人的老婆了 没你什么事了 洪忠 你以为你是鸵鸟啊 把那脑袋扎那沙子里 就没事了 别嫌疵你文化 这鸵鸟 鸵鸟长什么样啊 你别给我扯这没用的啊 走吧 走吧 去哪儿啊 你不是想知道 你自己比那个拉前的 差哪儿了吗 你不问问怎么知道 你有病吧 我是有病 你要不对 那夏白露死的心啊 我这病就治不好了 我去 你去不去啊 你不去我去 我非让你死的这心不成 好 夏白露 我 听说你结婚了 走吧 庆祝一下去啊 这有什么好庆祝的 走吧 走吧 走 庆祝一下去 我 我还要上班呢 不行 走吧 那车 车还没放呢 那车会有人收的 你们把车收一下啊 不是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夏白露 我这儿别的没有 酒管够 今儿啊 你就带来的喝 喝多了呢 我送你回去 我真不爱喝酒 我这杯 祝你新婚快乐 白头到了 总之呢 我就是希望你跟那个艺术家 好好过 我 我干了 好样啊 夏白露 说实在话 从小到大 我没有这么讨厌过一个人 你是第一个 你这算是在夸我吗 你真要这么想 也成 我今天叫你来吧 其实就有一件事 你说你 你这算是在夸我吗 你这算是在夸我吗 为什么就没看上洪忠 倒看上那个拉琴的了 你说洪忠他哪儿不好啊 我从来就没有把他们俩 放在一块儿比过 得 他还以为自己是临门一脚 被断了球 合着你连上场的机会 都没给他呀 夏白露 既然现在呢 你都结了婚了 我觉得啊 咱俩也就没有必要 在争奋对卖忙地斗了 你说呢 谁跟你斗了 是你一直在欺负我 是 是我一直在欺负你 你要这么说也行 但是我 绝对不会跟你说对不起 因为全服装市场的人 都知道我喜欢洪忠 你跟我抢 我那么欺负你 你说算不算是亲的 我跟洪忠真的没什么 你可别得了便宜还卖乖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看过他对哪个女孩 这么好过呢 但是因为觉得对不起我 所以才这样 我心里很清楚 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 总之 谁要跟我谴我喜欢的人 我就跟他过不去 我现在我觉着吧 说这些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你都结婚了 是吧 说实在话 小白鲁 我挺佩服你的 你说就老周那些破烂货 你就这么愣生生地 给他捣不出去了 我服你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咱俩就做个姐妹呗 怎么了 你还不乐意啊 其实我也挺佩服你的 你也挺不容易的 白天要卖衣服 晚上还要管酒吧 挺辛苦的 这些啊 都是扯淡 其实女人这辈子 最重要的 就是嫁个好男人 我就特别想嫁给红冲 既然 你现在是我姐妹了 你就不要再给我抢了 好吗 来 我敬你一个吧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已经没有勇气 再挨任何人了 真的 爱情很残酷的 我想我这辈子 都不会再挨了吧 我只想 我只想找我的儿子 把他照顾好 就可以了 你醒了 别哭了 小白鲁啊 什么也别说 我知道 我们今天 不醉不归 好 这两个 away 打起来 我得 宜瓊 我的 小雅 小鲫嘴 小心点 好久 好久 好久没有喝得这么开心啊 别惹喝 好客气 延ора喝 什么情况 你看 雪儿车 我小的时候啊 北京连个三环都没有呢 那时候可好了 一放学 同中就带着我 骑着自行车 满北京城的溜达 你们北京人 是不是觉得特别幸福呀 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你们一个个背景离乡呢 北京有那么好吗 我觉得北京挺好的 要不然这么多外地人 为什么都愿意在北京飘着呢 你不算飘着 你都结婚了 你们家那个拉琴的 去北京户口吧 假的 一切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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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 什么真的假的 彤彤 妈妈想你 我们再喝点去吧 走 走 干吗去 还喝什么呀 喝 喝什么呀 看你们俩都成什么样了 赶紧 回家去 走 冯州 走 走了 走了 我们再喝点去 回家 走 我去 走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别一惊一诈了 这我家我怎么能在这儿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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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干嘛 我吃了你啊我 你和苏伊佩喝了酒了 我把你弄回来的 那苏玉佩呢 送回家了呀 那你为什么不帮我送回家呀 抬住 抬不动 你耐皮 你说什么呢 好 我怎么着你似的 昨晚上可是我睡了一晚上沙发 你睡的床 俩女合那么多 够本事的呀 要没我 你们俩铁定睡大街上了 谢谢你了 我这弄得乱七八糟 你就走合适吗 我先走了 你在我这儿睡一晚上 不忘记老公生气啊 远不着你管 干吗呀 昨晚上你说什么 全是假的 什么意思 什么全是假的 我问你呢 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你少套我话了 我喝大了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胡说八道行吗 我们走 谢谢你啊 妈 你大清早出去干什么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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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 她给我去买豆汁去了 豆汁 我们家谁喝豆汁啊 我喝啊 我昨天晚上特别想喝豆汁 她今天早上就跟我去买去了 买到了吗 那家店关门了 别家店我没找这儿一样的 你大清早就出去了 那你昨天晚上 那你昨天晚上几点钟回来的呀 那你昨天晚上几点钟回来的呀 大文也回来的 你都睡了 是 我问她呢 那个 家宝的爸爸妈妈吵架了 所以我就过去帮忙劝了劝 家宝妈妈吵架你劝的什么架呀 她怎么没给我打电话呀 她们是不想给你添麻烦 所以就直接给我打电话了 以后有这样的事跟我说啊 人大人吵架你缺了什么架呀 你们俩赶紧 收拾出来吃饭 谢谢啊 走吧 你去哪儿了 你打了一碗药物的关系 昨天跟宝宝去喝酒喽 我喝大喽 你还喝酒 你跟谁喝的呀 苏玉佩 我 跟你说你也不认识 你喝酒你可以跟我打电话 我去接你啊 喝醉了嘛 那你在哪儿睡的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 后来怎么会去了洪忠家 你在洪忠家睡的 你千万别多想 我们什么也没发生 她睡在沙发上的 没事 没事 本来我们就约好了 互不干涉的呢 那个 你俩真没什么事啊 当然没有了 我也只是关心一下你而已 对不起 以后要是再出去喝酒 我提前告诉你 你在干嘛呀 你去吃饭吧 那我来爹吧 我这儿 我这儿 过来帮我带着 你去吃饭吧 你带着香脸特别好看 爸爸 怎么回事 我不是让你在房间里待着吗 怎么出来了 爸爸我咬 你看 你看 天哪 这手怎么弄的 怎么回事 阿姨让我吃饮了 你妈呀 这什么病啊 传不传染呢 不传染 童童对海鲜过敏 他不能吃海鱼 我哪知道他海鲜过敏呢 真麻烦 会不会死人呢 不会死人 姐 我带童童去医院 打个点滴行吗 去 去 去吧 赶紧去吧 走 你等会儿 你直接把孩子 送给他妈那儿去吧 我这儿也玩腻了 一天事太多 太麻烦 直接送走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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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儿 有事干呢 黄州 既然在家以后是邻居了 我觉得有些话还是说在前面比较好 如果夏白璐再喝多了 当然不只是喝多了 如果需要你送他回家的情况下 麻烦你多走两步 送他回自己的家 凭什么 团长他身呢 去哪儿我管着吗 他进了我的家门救我家人 凭什么送你家去呢 我没工夫在这儿跟你胡搅蛮缠 你只要记住一点 我和夏白璐已经结婚了 我们才是合法夫妻 请你自助 吃醋了 那倒不质疑 因为我相信他 我只是防止有些人心怀不轨 这是我要跟你说的 你以为夏白璐好骗是吗 告诉你我眼睛亮着呢 我和他的事和你有关系吗 那可说不准 全品小业心情 你看 这小衣服都团 拿下来给你看看吧 你要自己穿还是拿货呀 你看这做工 这是手工的 通了 不管谁问爸爸在哪儿 你都说不知道 要不然你就有可能 这辈子都见不着爸爸了 知道了吗 我知道 我不说 乖 看见妈妈告诉他 让他赶紧带你回了家 别再找我了 算了 不说了 通了 你看 你妈妈就在那儿呢 去找他吧 去找他吧 喂 丑姐 我送过孩子了 现在你就回家 我后悔了 你把孩子给我带回来 把什么 你别让我说第二遍 妈妈 再看看吧 妈妈 实际上 headache 还没让你吃 还没让我吃 我还没让你喝 你真是否划 女人 女人 来 喂 李经理啊 对 我去喝 是这样 那个 您那個紅酒郎 現在還需要表演的樂手嗎 對 也是大提琴 沒事 我本來說 還想介紹個學生過去的 行 那沒事了 謝謝謝謝 好 再見 謝謝 黃忠 你快出來吧 別跟小孩一樣老躲著 有意思嗎 誰躲你了 幹嗎呀 我 我那邊牆的租金 我知道了 給現金 還有事嗎 我 我想請你吃個飯 吃個飯跑這麼遠的地方 還不夠油錢呢 這汽油又不你花錢 你操什麼心呢 再說了你再婚 我還沒恭喜你呢 接著這頓飯就當你請客 我喝喜酒了 走啊 好 怎麼樣 有點品味吧 這地方挺不錯的 沒想到 你還能找到這樣的地方 你以為只有你那拉起那老公 才懂得品味 我跟你說一下白露 像當初哥們在老莫餐廳 請人吃飯的時候 你現在老公可能連西餐廳 長什麼樣還沒見過呢 怎麼啦今兒 那麼老實 不頂我兩句 你想讓我說什麼呀 你是不是想讓我說 我們這些小城市長大的 比不上你們在北京長大的 你們 你怕別人不知道你們倆 是兩口子是吧 你告訴告訴我小白露 你到底看上那拉起那什麼了 你到底想玩沒玩啊 沒玩 服務員買單 你甭搭理他 我讓你進來再進來 你有毛病啊你 不好意思啊 沒關係 你請我吃飯 我還沒吃呢你走你合適嗎你 說吧找我什麼事 你看我幹嗎找我什麼事 沒事你不會請我吃飯的 你傻我不笨 我想請你幫個忙 你那面牆能不能繼續租給我 你說什麼呢 再說一遍 你都聽到了 隨你便 你要不答應的話 但我沒說 你別這樣 你再說一遍我願意聽 你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 別人求你你心裡特爽是不是 別人不敢說 你下白露求我我特爽 你再說一遍 我不說了 市場這麼大 又不是只有你有那面牆 長本事了 要不你就試試 批發市場我紅中不租給你 誰敢租給你 那你到底是租還是不租 你跟我說說你想做什麼 今天有一個人把我所有的衣服都給買了 真的 這麼大聲你怎麼才說你 我也沒想到會賣這麼好呀 當時就想著死馬當活馬醫吧 你沒想到 我早想到了 你 吹吧你就 你還別不信 你以為我租你個店鋪幹嗎 你下白露就那麼有魅力 讓我幹嗎我就干嗎 你再說了 你現在還嫁個小白臉 你說你 怎麼了 你瞪我我也得說 你肯定在想 我租給你個店鋪 是我可憐你想幫你 有這麼點意思 但最重要的是我告訴你 我覺得你行 你來批發市場沒多長時間吧 老周的生意哇哇往上漲 而且你有個特點 愛動腦子 那些牙箱底兒的衣服 沒什麼用吧 經你倆手這麼一倒腾 穿最時髦的衣服了 牛 你還別以為我大老爺們 不懂這些事 我妹懂啊 我妹給我說 哥九零後的小青年 選衣服 倆字各死 恨不得全天下的人 就一件才好呢 穿著半有面 但我覺得你這生意吧 在批發市場裏邊辦不合適的 你得有你自己的店鋪 就像現在太古裏 使館街那些小店鋪一樣 門領不大 可是專人專制衣服 一個月做兩件衣服就夠賺了 我說的是真的 沒想到你還懂這些 懂得多著呢 才誇那幾句就變形了 我變形金剛你不知道 你到底租不租啊 租啊 當然得租啊 租誰不租啊 回頭我給老周的新租戶說一聲 把那牆面讓給你 那不好吧 你要是沒有其他的空地 要不然我還是找別人聊聊吧 找誰聊啊 我的店鋪我說了算 那哥們沒多少貨不就一牆面嗎 不是可是我 可是我就 可是我就一條件 什麼條件 你跟那個拉琴的到底怎麼回事 什麼怎麼回事啊 你跟他怎麼認識的 怎麼就結婚了呢 怎麼認識的 他怎麼跟你說呢 你拉琴的到底看上你哪兒了 你和賀武周到底離婚了沒有 你就跟這個人結婚 你不怕重婚罪啊 就裝吧你 我說你就裝吧 你不說我也能查出來 不說我也能查著 乾杯是吧 謝謝謝謝 來 來 你老婆長得挺漂亮的 怪不得童童這麼可愛呢 心裏還是有點小留戀吧 我跟她早就斷了 這事你知道 斷了就好 你放心姐我明白 我以後就一心一意地跟著你 這就對了 三兒 你帶童童出去玩去 走 我去換個衣服 一會兒陪我有個泳 唉 我说怎么我去哪儿 他都知道呢 真把我当看门狗了 你带我来这儿干吗呀 看车啊 还能吃饭啊 还你呢 这种车还行 您好 看看我们本宁卫望三零六 这款车呢外观比较时尚 也很实用 最重要的是 行了 哥们 本宁卫望我熟 从事业刚起步到现在 我一直开着呢 我来介绍啊 好 那您二位先看着 我去给您倒杯水 好 你想换车呀 帮我试试 来 我又不懂车 帮我试一试 试试方向盘呗 清不清 这个方向盘好像是挺轻的 也挺灵活的是吧 座椅可以调节呢 上 下 还有前后都可以 我也不会停 算了 还是你自己来试吧 这车我真是不懂 来 你自己试 喜欢吗 我喜欢有什么用 得你自己试啊 你喜欢我就给你买呀 你给我买 干吗 我 我又不需要买车 北京那么大 没辆车多不方便啊 不用啦 我平常坐公交 坐地铁挺方便的 我都习惯了 你现在刚刚开始单干 大小也算个老板啊 没辆车多不像样啊 真不用 我 我要需要买车的话 我自己可以存钱买 不用你帮我买 走吧 走吧 赶紧走 别跟我抬杠 听我说 我说的是真的 现货少 有没有车你无所谓 那货多怎么办啊 用手办呢 还用自己收拾头 所以这车你挺需要的 你好好看看 这车挺漂亮的 拉货也是用 你上班的时候可以开 需要用的时候可以拉货 挺好的 最关键的是你看 价格很实在呀 挺适合你这种 刚刚起步创业的人啊 我刚才不是都已经 跟你说了吗 我如果真的想买车 我自己可以存钱买 不用你花这个钱 好吗 咱们走吧 那行 我自个儿买行吗 下手 您好 这车有现货吗 有 您想要什么颜色的 我 银色 那您按我先稍等 我去给您拿表格 好 冯仲 就是你买了 我也不会要的 我没说给你买啊 我自个儿用 这么新的车 能用来货多可惜呀 但以后你需要用车 可以找我 爱想试售费 怎么样 你怎么这么任性啊 怎么样 我不想你为我花钱 你知不知道 我自个儿买 经理 经理 您再想想办法 想想办法呀 大姐 我这儿真的不缺人 生贤部那儿还缺一个 行不行 这生贤部那不是屠夫吗 这个也太 您要这么挑肥减瘦的话 您还让我怎么帮您 不是 经理 你看我老公吧 他是财经大学毕业的 他有会计证 你让他收个银 这也就够取财了 再让他堕入这个态 大姐 我这么跟您说吧 我们这儿现在 就缺那一个职位 您要干就干 不干 我也没办法 安姐 我看你跟那经理 磨磨半天了 是因为你来老公 工作的事啊 是 总找不着合适的 我老公是会计 是有会计证的 什么这个证 那个证的 在小地方管用 到北京来不管用 是 只有像瞿老师那样 在北京考的证才有用 等你们家宝考上了 你不就熬出来了吗 说真的啊 我还得劝劝您 你们两口子 别老当着家宝的面吵架 对孩子影响多不好啊 谁说我们吵架了 前两天你们俩吵架 下半路不是还跑去劝你们了 弄得下半夜才回来 你说你们两口子 吵架就吵架吧 还麻烦人家干什么呀 安姐 我都快半个月了 就没见过下半路的面 她劝她哪门子架 别喝了 你管我呢 我不管你一家怎么过 陈友依 我每天东奔西跑地 给你找工作 你呢 就知道喝 孩子眼看就要上大学了 学费在哪儿呢 将来还要上研 独博出国 这些钱都从哪儿来 你想过没有 那就别上了吧 你说什么呢 那孩子的前途呢 明明家里面就没这个条件 非让他学什么艺术 上课技巧好好找份工作多好 都是你自己自私 像圆你那个年轻时候 不确实进的梦 混蛋你 陈友依 你混蛋 你什么话都能说出来你 喝 喝 喝死你 离婚 离婚就离婚 别拿离婚吓唬我 这日子真的没法过来 陈友依 没法过来 杜姐 你先别急 家宝会不会是跟同学出去玩了呢 我给他所有的同学都打过了 他们都说他下了碗自习 以后就回家了 那 他也许还在回来的路上呢 不不不 他已经回来过了 那个钥匙就插在门锁上呢 八成啊 是听见我跟他爸吵架了 你跟姐夫又吵架了 别提了 那行吧 我出去帮你找找 咱们保持联络 你这是干吗去啊 家宝不见了 我得去找找他 人家孩子不见了 你这上哪儿找他呀 平常家宝爱去哪儿我都知道 我去找找他 行了 这大半夜的 电话也跑了 丢不了 人家有家长呢 杜姐就是找不着了 才给我打的电话 我说别去就别去 为什么呀 我哪知道你大半夜 到底要干什么去呀 我还能干什么去呀 可是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上次就根本没去 小杜他们家劝架 你当我真不知道了 怎么了 都站这儿干吗 那个家宝不见了 我得去找他 陈家宝了 晚上我还见过他呀 他在哪儿啊 就在我原来那个家楼下呀 他不知道我搬家了 后来给我打电话 让我过去 怎么了 他找你干吗了 就是问我能不能考上之类的 那你说什么 我就说比较困难啊 你就这么说的 你这么说对家宝打击很大的 那我总不能骗他吧 家宝到现在还没到家 杜姐都快急死了 不是 陈家宝丢了 跟曲和有什么关系呀 你让让什么呀 我去找他 我说不许去就不许去 妈 你早点休息 别动吧 下来喽 你们收什么态度啊你们 我先去看看 我先去看看 外面 请问一下 有没有见过一个男孩 背着一个大提琴 大概一米七左右 白白净净的 长得还挺好看的 没看见 你好好想想 都没看见 有没有 怎么了 我想童童了 你出家宝会不会跟童童一样 就找不回来了 不会的 家宝和童童都会找到的 对了 有个地方会去加把户区 哪儿啊 走 跟我来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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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演出吗 今天没有 那帮我看一下 对不起 谢谢 好的 加宝 你吓死我了 原来你真的在这儿啊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干吗一个人跑这儿来呀 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呀 喂 杜阿姨 对 加宝找到了 你放心吧 你知不知道 你爸妈有多担心你呀 这一天一夜 他们一直在找你 你还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阿姨把头弄丢了 是什么心情 那个时候阿姨有多难受 现在你爸妈就有多难受 傻孩子 走了 跟我回去 杜阿姨 跟我回家 你别闹肚总事 别让你爸妈担心了 快点 你不回家 反正我也考不上 我回去就是个来自 没秩序 就是因为你毫无斗志 所以我才说你考不上了 你是有多想考 你跟别人的付出比一比 跟别人的好生心比一比 你再来问别人 你有没有那个机会 你说得对 我就是没志气 我就是不喜欢大提琴 你胡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 你会在这儿吗 因为当年我和你一样 差一点就想放弃 但是当我一个人 悄悄走进这个音乐厅的时候 就像你现在一样 一个人站在这里 我就知道 我还是渴望站在舞台上 渴望听到台下的观众 为我欢呼 为我鼓掌 这么多年的辛苦 都熬过来了 你真的想 临门一脚就退缩吗 好歹也是个小老爷们儿了 拿出点志气来 好歹也是个小老爷们儿了 拿出点志气来 好歹也是个小老爷们儿了 拿出点志气来 我实在是没拦住家宝 我觉得吧 这孩子也不小了 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也难理解 我觉得你们可以好好的 沟通一下这件事 陈家宝 你知不知道卖了就买不回来了 我觉得那钱没用 我要买火车票回家 混蛋 陈家宝 你知不知道你当时 非要买的那把钱 有多贵吗 败家子啊你 我不想学了 不学了他 不学以后顺便别学了 滚 你干什么呀这是 好凡人才把他找回来 又要让他滚 别嘴你 他有你一个德行 烂泥扶不上墙 一个不一个窝囊 夏娃 什么呀你总是 我命都这么哭呢我 你是不是真的觉得家宝考不上了 他呀 基础都很稳 就是音乐感觉上 总是差了那么一些 可能是年纪还小 还没开窍吧 家宝的爸爸妈妈背进离乡 来北京 现在老家的工作也没了 房子也没了 家宝万一真是考不上呢 他们该怎么办呀 你知道吗 你现在说的这些 就是家宝目前最大的障碍 你想他那么小 就要背负那么多 又要背负父母的期望 还要背负生活的压力 我现在特别能理解 家宝的心情 你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是吗 对啊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妈对你发脾气 其实也是在表达 对我的不满 你能不能再教教家宝 我都已经辞职了 怎么教他呀 辞职了也能再教他呀 你想嘛 家宝能落成老家 考到音乐学院附中 就证明他是有一定天赋的 没准再教教他 他就能开窍了 反正不管怎么样 你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他 你要放弃他 他就彻底完蛋了 他就彻底完蛋了 因为相信爱 所以还在等待 因为有你在 所以还相信未来 因为看到路 所以不怕分开 就算再失败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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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暂的相见 眼长长长思念 相勇的幸福 流着泪露出笑颜 梦中再出现 过去的笑脸 自己的笑脸 从今的缓怀相见 从今的缓怀相见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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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我 迎著風走向前 就算在寂寞 也不羨慕順利煙火 我悄悄綻放 希望你能發現 與你能共有絢爛 因為相信愛 所以還在等待 因為有你在 所以還相信未來 因為看到路 所以不能分開 讓我們 為愛和彩 讓我們 為愛和彩